最流行的就是玻璃肌 它已经完胜尾素盐了 它就是真正的最强素盐 今天要分享的产品呢 就是美咖的玻璃水光霜 然后这个水光霜 13%的精华液在里 它其实是添加了一个藻类 叫做神圣藻 因为这个藻类只有在日本的 九州的泉水底下 才能够摘采得到 很珍贵很难摘采到 而且这个藻类啊 它的保湿效果非常好 是玻璃酸的六倍 然后它使用上呢 它是有个技巧的 也是有心机的 第一道我建议大家 你就把它当作是 你平常在用乳霜的时候的手法 来推膜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先按压在肌肤上 直接像这样子推开 好 像这样推开 这就是我们第一道程序 然后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 保养的程序 像这样子 然后你看它的左右两边的肌肤啊 是不是已经慢慢的那个色差 慢慢出来了 它光泽度也不一样 那样度也不一样 对 光泽度也出来了 它不是用珠光 它是用保养成分 让它的脸部的颧骨 还有包括像是下巴的地方 还有像T字部位啊 你会感觉到它有那个光泽出现 是那种保湿透出来的亮 对 它是保湿透出来的亮 我觉得直接用这样的保湿度 直接出门就可以了 那我们让镜头再来看一下全脸的肌肤 有没有 然后稍微再绕一下 360度绕一下看那个光泽感 而且你会发现说 这个跟珠光不一样哦 珠光是珠光 但这个是水光肌 对 产生出来的那个水润的光泽 是跟那种珠光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韩国 最流行的一个妆感 如果你在拍照的时候 想要让肌肤有那种光泽的话 就用这个水光霜 加强它那个闪闪发光的感觉 这样子就是韩国最流行的 玻璃机